冯部長 冯部長是我所任命的第一位國防部長 我跟他有很深的革命感情 許多國防事務的改革 是冯部長跟我一起從頭開始推動 冯部長真的辛苦了 現在國軍的形象和士氣都持續在提升 這是我們冯部長最大的成就 我知道很多官兵捨不得冯部長離開 甚至在網路上有很多鄉民 在懷念100分的大冯部長 不過現在冯部長還有另外一項重要的任務 我也認為現階段這項任務 只有冯部長有辦法扛起來 那就是即將成立的國防安全研究院 是一個研究國防戰略的智庫 接下來 冯部長將會擔任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長 負責推動國防及軍事研究 並依照周邊的形式 形塑出台灣所需要的戰略 這個智庫也將致力於台灣跟其他國家 在國防軍事領域的對話以及交流 同時為國家培養新一代國防安全事務的人才 今天我們頒授一等錦心勳章給冯事寬部長 是肯定以及感謝他 過去為國家的付出跟辛勞 同時我也要勉勵我們的冯部長 我期許國防安全研究院在冯部長帶領之下 能夠成為國際上重要的國防智庫 為區域的安全以及和平 貢獻台灣的智慧 我們恭喜冯事寬部長 也請冯事寬部長加油 把經驗繼續傳承下去 謝謝